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我们马来西亚的自然资源都这么好 尤其是橡胶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搞自己的品牌 当16年前安全到整个市场里面 其他品牌的包装都是我可以讲很猥琐 就是放很多女孩子 naked的照片这样子 因为那个是那个时候的年代 所以我们那时候跑出来是我们刚才讲起的 我有一个包的就是我的外甥 他是做creative的 他的idea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时候我们就brainstorming 我们如何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 如何进入这个市场去面对全部都是大咖的品牌 包括Durex啊 种种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 我们锁定了库克群 就是年轻的 那时候我们锁的是80年 所以80年要的就是很干净的东西 千万不要跟他看得出他是一个安全套 人们就觉得很尴尬的去买 我们那时候要谈的是打一个痛点 就是给 痛点的意思 要给人家意识到安全套是什么 安全套 你不可以和性爱来来挂钩 是 安全套就是安全套 就是很安全 如果你们有做那些性爱的东西的话 你有了安全套 第一 你可以减低风险 可能你会染上艾滋病或者是性病 或者是一些年轻消货者 就是婚前性行为没有安全 措施没有做好的话 那就糟糕 所以就是安全套 要用到 所以我们从那一个点去推销 去推广 很多年轻的就会觉得 对 我买那 马来西亚是橡胶大国 除了生产手套 其实也是全球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国 你好 我是金川 欢迎收看《上海名人访》 这一集节目为你请来的这位嘉宾 是凯雷泽先生的创办人 林子峰先生来谈谈他的创业故事 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先说一说 16年前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跟朋友 应该是另外三个朋友对不对 对对对 创办这家公司的 讲起来也是很搞笑 因为16年前吧 15年多 就我有几个好朋友 每个周末都会在一个妈妈当里面喝茶 然后就那天我们有四个 包括我 我的外甥 还有一个是做F&B的 还有一个是做冷气的 就是四不想干的是三个家 我不是一样 我是做FMCG 我就是做那个产品销售员 所以我比较熟这一块 就其中一个叫做冷气 我叫Peter吧 他就拿了一个安全套出来 就跟我讲 诶大哥 你必须试这个 非常好 我说 什么来的 安全套 我说okok拿来看 中国进口 ok不错不错 翻过来之后 诶 Made in Malaysia 那时候我就 发现到了之后 在想 既然我们能够生产这个安全套 出国 为什么会进口进回来 再卖给我们马来西亚人 我觉得 那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搞一个自己的品牌 反正我们马来西亚的 自然的资源都这么好 尤其是橡胶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开始去搞自己的品牌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品牌叫做Care 是怎么样想出来的这个名字 因为当时我们把它定位 想要 我也不敢讲 造福人群吧 我只是想 希望能够帮忙到一些 一些顾客群 要做好他们的安全措施 我们很Care他们 很关心他们 所以就把这个Care 的字跑出来 嗯 不过要用这个名字 来做你们的商标 其实有一点困难的 对吧 对啊 因为它是太 Generic的吧 所以因为其中一个 Founder 是我的外甥 他是一个Creative Director 他的创意非常非常的好 他就把这四个字体 弄成一个logo 那个logo是 其实不是一个Care的字 它是一个logo 所以就还好可以注册到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呢 在很多的广告文案当中 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对啊 对啊 那四个人创业 容易吗 开始还OK 开始还OK 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 生意刚刚开始跑 所以大家 就有一种就是 有 有 有苦同担 嗯 那时候还没有讲到游富 就是有苦同担 就每个人就是 付出 付出 就是把这个品牌搞好他 后来 有了利益之后 后来 大家就开始有分歧了是吧 对啊 那时候又招了 进了两个股东 然后又退了个股东 总共就是五个股东 就是一个Share 就当生意做大了之后 可能大家的意见不一样 我不是讲我的对 或者他们的错 我是讲 每一个人有 各自的坚持 都有他们的坚持 都有他们的 Filosophy 还是什么 所以到时候就 意见有的不一样 我就讲OK啦 那这样我就暂时不 不去involve 在整个operation 你们请一个人 然后我们就请一个经理进来 然后就搞了几年 就成绩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就在2018年 我们有一个so call 的股东大会 就大家在里面谈 那时候我就谈 不行啦 我讲不行了 这样我的股份20% 你们拿去吧 我整个搞不来了 因为我自己 还有另外自己的生意 那时候跟我老婆 一起在 创业另外一个生意 又没有时间去给这一间公司 所以就在谈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想有 再involve在这一个生意里面 然后我就讲 那怎么办 就关掉它了 所以他们也 OK 关掉它 但是我就跟他讲 你们想要关掉它 会不会想到 后面的后果 后果是什么 关系关系是什么 没有 我讲你关掉它 然后我整个 线下的顾客的 或不是要退回来 那怎么办 还要面对 这样起的问题 那怎么办 我们不可以讲 关掉公司就算了 所以就谈谈了之后 他们就建议我 他不如你拿去 所以我就那时候 没有答应 我就回来问我的老板 就是我老婆 我就问他 那怎么办 我老婆只是跟我讲一句话 他讲 第二 十四年前 你是fowder 这个baby是你的 虽然弄到一半 你不去照顾他 你舍得嘛 所以我就两个伙伴在商量 经过了十四年 就是几年前 经过十四年 一间公司还没有倒 肯定他还有一些顾客群 是follow他的 就是有一种 fancy在用着他 要不然你早就倒掉了 所以我就拿 ok了要试图 但是我跟老婆讲 我们还有面对债务问题 整个公司拿回来 还有负债一大堆 要重新做过 那怎么办 他讲 give a try ok了 反正 本来我们两公婆 都进入了 半退休状态 所以就 再拿这个公司出来 我讲ok了 我再给自己 大概五年到七年时间 再去搞他吧 搞不到的话 我们give up 就亏的话 无所谓 就亏掉他 反正就是 到老了之后 我不会有那个 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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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这样子拿回来 2019年的3月1号 正式 我们两公婆把整间公司拿过来 其他的股东也是很稳定的 就是很稳定的 很紳士的 退掉整间公司 所以就2019年重新把整个 care condom 把它定位 re-ram restructure 就走到现在了 那时候欠下的债务多少钱啊 建议告诉我们吗 都有几十万吧 现在已经是完全没有债务了 还有一点点 还在处理当中 还有一点点 但是也正式的 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生意也进入轨道啊 那才有这个盈利啊 因为之前都是一直在亏 然后又这个负债累累嘛 那在你的带领之下 就一直在还清这个债务 也不敢讲 在我带领就是在整个团队啦 整个团队都有 都有真的是付出把这个品牌做好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你刚才说你的太太就是你的老板 I work for my wife 太太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 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她很支持 就是讲男人外女人内嘛 所以家里的她就完全就是 让她去负责 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虑 是吧 就在前面打仗了 那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 两个人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刻骨铭心 很难忘的一些经验吗 会有回忆吗 有啊 比如那一次 有两次 有两次 第一次是2019年的11月22号 我们拿了马来西亚记录十拳 Malaysia Book of Record 记录大拳 记录大拳 我们为什么会拿到这个呢 因为我们去apply Malaysia Book of Record的时候 他就问我 你为什么拿这个 你有什么support 你拿到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们有三个 criteria 都认识到你们的Malaysia Book of Record 第一 它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公司 第二 它是马来西亚生产的安全套 第三 它是马来西亚生产最保的安全套 给它sample 它去lab test 所以我们就拿到那个Malaysia Book of Record 那时候我觉得很光荣 是 生意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光荣 就是以后我们两公伯会可能对儿子孙 或者朋友讲 我们这个品牌曾经有过很辉煌的一个moment 是 那时候非常好 第二个 也是拿了一个Malaysia Book of Record 所以非常非常的 不是讲骄傲 我觉得很满足我们的付出 那个是在2019年12月1号 是全世界的World AIDS State 艾滋兵人 所以那时候我们跟Malaysia AIDS Council 就是艾滋兵基金是很熟的 所以他的director就跟我讲 他讲Bond 我们有一个state在巴胖需要到安全套 你们可以support他吗 我讲当然可以啊 这种还要问吗 他说OK啊Bond 他们要100千个 哦 10万个 10万个 我都讲出来了 我support了 我就跟他讲support了 他讲 你都support了 就support了回来 所以我们就筹备给他100千个安全套 就送过去巴胖州 他的艾滋兵的一个division 所以送了出去 拍了一个照 然后两公婆就驾车回来 从关丹回基隆坡 就在半路 那个巴胖的KKM的一个division的director 就跟我老婆讲 非常谢谢你们将来支持我们 而且我希望明年你们也可以同样的支持我们 我老婆跟我讲 摇油机器哦 100千 是 如果我是用retail price来算 我可能一个是三块钱 我要给30万 大哥 是钱来的 是 但是他就跟我讲 倒不如 我们再去拿一个record 为什么要拿那个record呢 他讲 为什么再拿多一次Malaysia Book of Record 这个CS是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做这样大的一个CS 就是帮助100千个安全套给政府部门 是 我老婆跟我分享的原因是 他希望把拿到了另外一个book of record 再把这个Malaysia Book of Record 这个CSR 再传出去给外面 希望 库哥或者朋友们可以支持一下购买我们的安全套 是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生意做了有比较stable的话 我们就会有好的revenue进来 这样我才可以再去contribute这一些东西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老婆 是是是 第二个Malaysia Book of Record 就是这样跑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是在上盐商当然我们是要赚钱 可是呢 我们也要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嘛 我们要做好一个很好的榜样 甚至是来制造一个公司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 我们说的reputation 这个名誉也好 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品牌其实也在为人民服务这件事情 对不对 讲得好像有点太伟大 有什么话要对太太说吗 就是除了我爱你我也不懂得讲 是非常感谢太太 对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 在这个创业上呢 有太太的这些支持 任老任怨的支持 当然也没有忽略家庭的这个教育啊 家庭的这个关系 对 所以以前就听到很多人讲 成功的男士后面一定要有个女人 是 所以那时候我还是不肯定这一句话 现在我讲 肯定 是 除了这个女人之外 还有其他人你要感谢 还有啦 好像在邻国啦 本地就没有啦 比如讲 泰国啊 中国啊 讲笑了啦 你 中国的女人 带一个女人 还是 在这个商业的道路上 有没有一些博乐啊 给你一些提示 在做生意 有啊 有啊 有很多 因为当我们两公婆把整间公司拿回来的时候 朋友圈里面都觉得他们都很挺我们 所以有很多朋友 很多企业家都是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想法 朋友圈里面就讲 哎 你们应该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 当然 idea是他们提出来 我们觉得是 可以收纳的我们就拿回来用 是 真的真的 都是朋友圈是很重要 因为接下来我可能会讲 一句我们的名言 就是我们的philosophy 那个是ending我们才讲 所以朋友圈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出来搞生意也好 搞人卖也好 我很好奇 当初一起创业的另外那三个 你们这四个人还有联络吗 有啊 还是朋友 还是很好的朋友 对对对 一般上创业之后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考验彼此的友谊跟关系 感情 我觉得因为他们很gentleman 开头的时候 我已经讲他们很gentleman 他们是很gentleman的去exit 而且还有一个股东 他也有私了我 如果是你要我来疼你的 要来挺你的话 I don't mind 再进回你的公司里面 再去听 那我觉得 过了就算了 大不如我们做朋友好 就让这个品牌重新开始 那这个品牌呢 在马来西亚有十多年的历史 想必它的产品有它的优势 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然后 林子峰先生 在马来西亚创业 特别是推出这个安全套的品牌 会不会相对的比较难一些 因为马来西亚的民情 也比较保守一些 那这一些的访问内容呢 也将会出现在下一段的 上海名人坊 继续锁定我们的这一段节目 我会去拍照 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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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回来 商海名人坊 你好我是靖川 这集节目为你请来的是 Care Latex Saint-Jean Bahad的创办员林子风先生 大家好 上一段我们谈过了 十多年前就创办了这个品牌 那一个品牌要在马来西亚 或者说要在一个地方继续地维持下去 十多年了吧 肯定是有它的优势 那来说说产品有什么优势吧 除了是最保之外 它是有一个故事 我们要重新回去十六年前 当十六年前安全到整个市场里面 其他品牌的包装 都是我可以讲很猥琐 就是放很多女孩子 naked的照片这样子 因为那个是那个时候的年代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跑出来是 我们刚才讲起的 我有一个包的就是我的外甥 他是做creative的 他的idea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时候我们就brainstorming 我们如何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 如何进入这个市场 去面对全部都是大咖的品牌 包括Durex种种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 我们锁定了库克群 就是年轻的 那时候我们锁的是80年 所以80年要的就是很干净的东西 千万不要跟他看得出它是一个安全套 人们就觉得很尴尬的去买 所以他就设计了这一个系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全部都是很色彩 全部用号码 为什么这两点呢 就是那时候我们有考虑到当一个顾客 要去买产品 尤其是安全套 这个这么敏感的产品 所以我们觉得用号码跟颜色 会代表出那个产品他有没有用过 可能他用了28 可能他用了38 可能以后我觉得48比较好 可能我会喜欢50 所以以后他去买的时候 他会记得他要买什么号码 他要买什么款的安全套 而不是讲去到那个地方 可能去到厨师看到一大堆的品牌 都不懂他之前用过什么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强的一个 锁定的方式 所以就用了这个做了一个切入点 就进去了整个市场 那时候十多年前 连网上都还没有 社交媒体都还没有 Facebook也是刚刚开始 那时候一般都是做offline 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当我们 planning好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们第一个顾客 就是那时候 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 pharmacy连锁店 我也不要讲什么公司 所以当时我们去见他的 purchaser的时候 我们还只是拿着两张A4s 加mockup sample 因为那时候我们做OEM 就是整个大货都还没有出来 只是两张纸 跟一个mockup sample 我们去做presentation 经过了一个多 两个小时的presentation之后 马上那个purchaser 跟我讲 OK 还没有真正的看到 整个公司的actual product 只是整个concept而已 因为那时候他很buy我们的concept 他很buy我们这种的marketing strategy 所以他是我的第一个顾客 我觉得是满自豪 就很有信心 既然全马最大的连锁店的pharmacy 都能够认定我们这个品牌的话 我们那时候的信心 心情非常的高 所以那时候就确定了 我们每一个都讲 这个品牌是可以做的 的确啊 从这个颜色或者说 从这个号码来说的话 这些人去买的时候 可以降低他们的那种尴尬的程度 只是说 你们旗下有那么多类型的产品 就是有那么多系列的 那他们怎么知道 每一个产品的function 什么功能 什么区别 你们怎么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呢 除了上网 那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个 我们的市场方式是 编达客人的兴趣 因为很多品牌嘛 就忽然间你会 为什么你这个品牌是用号码 第一个 我已经拿到他的 attention 你的是很特别 你的是有号码 你的是颜色 I don't mind 你不买 无所谓 你会有一种冲动的 I want to try 他就拿一个 拿了之后他就觉得 OK 我肯定以后就要跟住你 因为我们很有信心 那时候我们的 我们的质量是 质量的质量 但是是 质量的质量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 只是要赚一些钱 要回馈给社会这样子 所以它的 range 是这样子 你会看到很多号码 它是很简单的 它是有分 series 又包括一些 我们在买德国车 有一个什么码的品牌 它是有3 series 有5 series 有7 series 我们也是这样子跑 它是有一个2 series 后面那个号码 你就不要看看前面 比如讲2字头的话 它是一个很smooth的condom 3的话 它是有ripped的condom 4的话 它就代表有dotted的condom 5的话 它会有代表下面是ripped 上面是dotted 6的话 你会奇怪看到 这个66 为什么它会没有上面 那个reservoir 就是那个头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condom 它是当你带下去了之后 你的banding是什么形状 它是贴住你的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薄 那时候当时是非常的薄 就是2019 我们在launch了22号 它是malaysia board record 是最薄的安全套 所以它整个系列都是这样子 那回到最薄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试 只是说有些人就会质疑 到底这个薄 会不不小心破掉呢 一般上人就是这样子 你看到那个字 你会想到另外一个方向 其实每一个安全套 我们都有经过很严的 一个ISO的test 包括CE mark 包括FDA 每一个安全套 都是有经过test before 它跑去另外一个 第二步的production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如果我们的 你使用正确的话 它是98%是可以减低 包括你会感染到性病 包括你的amortive pregnancy 当然为什么它会破 有很多种原因 包括是人为 当你开安全套的时候 你是不是开中间 或者开旁边 或者有一些人是用牙齿去咬 包括是很多种情况 会造成安全套会破 但是一般上 它是没有这么容易会破的 那回到来再马来一下 推广这个安全套 好像比较难一些是吧 对 因为我们的风土民情 我们国家的这个宗教方面 有很多限制 那你们怎么在这方面做出推广呢 一开始除了和线下的商店 那时候我们叫distribution 你把整个货品 distribution 出去外面 就是有visibility 然后接下来是 怎样把你的产品 从shelf那边拿出来 那个是叫offtake 就是你要怎样去grade这个marketing 让整个顾客群 去买你的安全套 就是因为它 我这个产品在马来西亚 就是一个铁部的东西 因为宗教的问题 是 所以到时候我们 要怎样把它做广告 还是怎样去推广 那时候我们就去联络了一个 马来西亚X考舍 经过了大家了解之后 他很buy我们的concept 那时候就 我们有供应很多免费的安全套给他 甚至他会用一些价格 买我们的安全套 为什么他买我们的安全套 第一 他们觉得我们的品牌很好 quality 很好 价钱蛮公道 我就跟他有合作 为什么跟他合作 他是一个全马最大的NGO 我们那时候要谈的是 打一个痛点 就是给 痛点的意思 要给人家意识到 安全套是什么 安全套 你不可以和性爱来挂钩 是 安全套就是安全套 就是很安全 如果你们有做那些性爱的东西的话 你有了安全套 第一 你可以减低风险 可能你会染上艾滋病 或者是性病 或者是一些年轻小伙子 就是婚前性行为没有安全 措施没有做好的话 那就糟糕 所以就是安全套 要用到 所以我们从那一个区域去推销 去推广 很多年轻的就会觉得 对 我买了 就是一个 在年轻人的这一方面 其实大家都需要这方面的保护 不只是年轻人而已 而且我看到你们网站 其实也做很多符合年轻人的一贯作风 还有派对 不是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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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想法是怎么来啊 哇 你真的有做功夫 你全部都看了 稍微去看一下 对 其实我们尽量把安全套换去另外一种方法 意思是讲 比如讲 大家一般朋友搞一个21岁的派对 所以21岁的派对就是全部人 就是要送什么 除了一般上就是送熊啊 红酒啊 Rose Chocolate 还有什么可以送 如果你的朋友送你一套安全套 你一开出来 比如讲我们这里set你一开出来 bump 那个就是wow factor 我们要就是wow factor 是 那时候我可以肯定的 整场里面 全部的focus就会在那边 每个就拿照片去 instagram post focus 但是eventually是帮我们搞好这个品牌 我是想的意思 把这个换去gift set 所以当他们买安全套的时候 它不会有一种压力 是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marketing strategy 这个尽量cut掉 因为同行知道的话我就糟糕 讲一下 哈哈哈哈 当然我们不是说鼓吹鼓励大家去做这个性爱这个关系 而是呢 让大家在这个购买condom的时候呢 少了那层的尴尬 因为以前每个人一提到安全道就是一个禁忌 不能提的 对啊 为什么你讲那么肮脏的东西 对吧 是 但是我们就是要在年轻人那边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对 尤其是我要服励大家 尤其是90年跟00年 你这两个年代的人 真的是安全措施要做好 我不是鼓励大家会有婚前性行为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要的话 安全措施真的要做好 要不然你们这两个年代的人 你们自己本身的income都没有 你怎样去欢迎一个小朋友进来 真的 真的 这个要做好计划 当然 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 已经有计划 要有小朋友进来的话 就 不然的话 真的 真的 而且在MCO期间呢 其实你们的销售量呢 也一直在飙升 超过八倍 然后你们也在网上做很多 awareness的一些talk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也看到你们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宣导 对对对对 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 非常好 因为我们从2019年3月1号开始 就revent整个branch 整个branch 但是当时我们的online business 是刚刚开始 我们都是注重在offline 然后你从一个MCO来 全部就忽然间 offline的生意都不可以做 那时候就 那时候MCO每个人都会去上一些online课程 当然我也是认识到了几个好朋友 也在课程里面老师有教导 所以我就把怎样 从线下搬去线上 然后从线上我们有做 比如像你看到我们做很多brand and wellness 很creative的东西 又送这个又送那个 又跟其他的产品crossover 短短的就是那几个月 把我们整个品牌就是很viral的 都先出去外面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online shopping 包括我老婆 以前我老婆都不会在online shopping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家 对吧 所以我就很多朋友讲 你的生意是应该最好 为什么 在家能够做什么 在家除了做爱做的东西 还可以做很多东西 所以当时候就很多新的顾客群去我们的e-commerce platform 跟我们买很多安全套 而且我们也增加了另外一个邮群的customer进来 那个邮群就是一般上以前在线下是没有买不敢买还是什么 因为种种的问题 所以我们他吸引他之后 他们真的我整个mco我们翻了八倍 就是apple vs apple翻了八倍 其中里面的顾客群70%是有族 是有族 是有族 有族 其实里面65%是女孩子 所以我觉得新的年代的人 他们的安全措施 他们对于这个 怎样去避免 这一块 他们有了这种知识 是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很安慰 而不是讲我生意也做得做到 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安全测试能够做得好 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 谢谢 那接下来眼看这个mco也慢慢的 要结束了吧 这个疫情也慢慢 随着我们这个接种疫苗开始了之后 感觉上很多东西都要恢复了正常 那你们公司未来有怎么样的一些计划 其实我们在2020年年头开始 就是普牌安排了 我们要尽快把care这个品牌带出国外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例子 我们就拿马来西亚品牌来作为一个比喻 如果你是讲塑胶的话 我们有一个大哥做手套 那个叫T Glove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供应商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品牌是做手套的 是 关于到安全套 马来西亚是最大的manufacturer 最大的出口国给全世界 是 但是我们再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一个代表马来西亚的condom 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 把care这个品牌打造成 已经成为了大马本土第一品牌的安全套 是 所以我们已经扎根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今年明年后年的步伐就是 把这个马来西亚制造的这么好的quality的品牌 推去国外 因为本地的制造商都是做OEM 就是做别人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把好的东西share给外面 比如讲Jimmy Zhu 它是代表马来西亚 比如讲 有一个公司叫什么什么White Coffee 它是代表马来西亚 什么什么冒山王 它是代表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尽量把一个好的品牌 价钱公道把它带出国外 所以我觉得外国 藏工 我也觉得我都跟我老板 可能我们会公众游走 而不是讲你生意有做多大 起码我以后接下去几个DK 生意会pass给我的女儿 我的孙 他们也觉得很骄傲 曾经何时 我的爷爷可以把一个品牌 巴来西亚品牌 推广出去外面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除了要谢谢太太之外 还有谁你要谢谢的 不然错过的话就会遗憾了 这样哦 除了太太 我还有几个小三的 我就不讲小三 我当然要谢谢我整个家庭 包括我的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的工作岗位都不一样 为什么她会在这个公司里面 其实她们三个都有自己的职业 第一个她是一个护士 她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的护士 她是很强的 她是在新加坡 她就回来帮帮我 她帮帮我是关于处理那个QA 她是在网络的工作室 第二个她是一个护士 第三个她是一个小女儿 她是一个护士 她们三个都是在医院里面 都是专业人士 都是专业人士 她们就回来 因为当时候我们拿整个品牌了之后 她们都看到我们都一把年纪了 还要出来泡桃楼米 还要重新去把品牌搞好 所以她们就回来公司帮忙 尽他们的能力 所以我要谢谢她们 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持 是 还有最后一个 我没有忘记你说 你有一个philosophy要跟大家分享的 哦 对啊 我自己有一个理念 就是从上课里面 有学到老师的分享 我很喜欢这个philosophy 就是一个人你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一群人你可以走得很远 所以我开始讲的时候 networking为什么这么重要 如果单单我一个人的话 当然我可以跑得很快 我可以做任何的东西 如果有一群人 就是包括朋友 networking 或者其他的企业家 一起跑的话 我相信把care安全套 是 推去国外 是寄压活动 是 我们就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今天非常感谢林子峰先生 谢谢 给我们做的这个分享 我是金川 下一集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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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